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一個話題 就是政府現在探討 關於輸入外勞這個議案 之前也有人說過 報紙也有報導過 就說80多歲,開車沒有人接棒 打算找些小巴司機輸入外勞來開車 各行各業都叫救命 沒有人做事 所以就找些外勞來幫忙 在內地輸入引進大灣區的專才來幫忙 是不是真的好事呢? 就著這個問題,昨天立法會 就討論加快輸入人力 補充本港勞動力的議案 究竟這個議案已經通過了 這樣是不是代表 接下來 全部找到外勞 香港人的飯碗 就這樣就被人拿了 這個話題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因為現在說 他打算研究 用澳門外勞的模式 就是說 下班可以回到內地居住 上班跨境就需要過來香港 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反過來 會不會出現了一個大問題呢? 因為本身這件事 從幾個角度來看 現在香港 那個勞動市場 人手不足 就說到很嚴重 尤其是飲食業 建造業 總之各行各業都有份 當中 有人就覺得 是人口老化 移民 是不是? 如果這幾個問題 真的這麼嚴重 你又出生 人又不願意生小孩 沒辦法 遲早都要去找人幫忙 這個議案在立法會 就做一個分調點決了 好了 但裡面 當中 說到 情況好像 挺嚴重 我們看看 郭議員 和我們的官員 說些什麼 在這個層面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孫玉咸 說到 隨著社會 服償 多個行業 面對勞動力 短缺的情況 指出人口老化 上一輪人力資源推算 在2020年到2022年度 去到高峰 接著出現下降的跡象 指出 教育水平低的人 供應會明顯減少 預料 從2017年到2017年 將會有15萬高中教育水平 和30萬初中教育水平以下的人士退休 而說到2017年 中低學歷的人手短缺達到12萬人 他又說 現在政府努力培訓本地人才 再加上培訓局願意提供超過700項培訓 培訓額每年超過10萬 長遠 要說到本地勞工升級再轉型 指出政府保障本地工人優先情況下 容許適度有規範輸入外勞 講到這個位置 不夠人 個個都讀書厲害 你沒有學術低的人 學術低的人 比較基層的事情 就表示了解 體力勞動 個個都帶學生出來 名牌帶學生 誰願意拿一支風炮 誰願意跟你搭棚 不多 所以他就覺得 現在人手短缺 或者跟你開車 誰願意跟你開車做司機 張宇仁提及 每一次輸入外勞 工會有搬出一些陳康濫調來反對 他說 香港人10萬人失業 公會 指出香港人10萬人失業 其實可以拿這些人來填補 他覺得是偷換概念 沒有張宇仁說 為批評而批評 他認為世界不斷進步 很多地方都是靠輸入外勞 來幫助經濟發展 但是 有些 他說有工會代表 將輸入外勞 四個字妖魔化 亂扣雇主母主 談及雇主克薄 員工工資低 他指出真實的情況 是行行都缺人手 餐飲業為例 說到人手不足 令到餐飲業營運困難 甚至乎吃力不討好 客人認為招呼差 認為不夠人 他說到廚房人手不足 就影響出品 客人會埋怨食肆出品 走樣 質疑服務室質素是否差 或者換了廚師 他覺得對員工是無好處 人手不足 工作量自然多 種種投訴負評 令到餐廳的經營者 員工做得很辛苦 興致難生 我引述完他說的話 他裡面有些東西是對的 我自己覺得 第一件事 你說沒有人做 辛苦 一個人做多一點 做配伴工種 做一下 好辛苦 不做 走 所以就需要找一些輸入外奴 來幫忙 幫忙 撐著牆 等到各行各業 興旺 第一個問題 如果請不夠人手 為什麼請不夠人手 香港人經常都說 純粹一件事 賺錢至上 我也是那句 你重賞之後必下勇夫 為什麼你不願意 想多些辦法 開多些甜頭出來呢 當然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就是各行各業都欠人 有人說 我自然不再拿庫尼辛 我來做市應 一天站十幾個小時 然後找一個萬多元 我為什麼不用萬多元的價錢 去做其他工作呢 可能輕鬆很多 這就是人會有個天秤 很簡單 自由市場 會控制的 有人說 如果請不到人 食事請不到人 就倒閉 最麻煩就是倒閉 說得輕鬆 倒閉 有人就說 老闆輸錢 然後倒閉 沒有人做 可能未必會輸錢 總之就沒有人做 倒閉 沒辦法 市場上會充斥著一堆人 可能他們做開餐飲業 其他餐飲業會請人 在自然淘汰下 你自然都會填滿他 只不過是餐廳減少了 導致你現在感覺上 沒有那麼多餐飲行業 但是人手方面 你依然可以用這種方法 自然淘汰 那些餐廳減少了 但是餐飲業的勞動市場 的人口依然存在 那你就在餐飲業填滿個洞 有些老闆就會請求人 有些可能真的請不到人 就倒閉 有人就覺得用這種自由市場 去處理 第二件事 他就說 說到有公會代表 將這個輸入外勞 四個字要魔法 就說 僱主黑薄 員工工資低 自己看看吧 對吧 你輸入外勞 很簡單 我都說過一句說話 很簡單 你打算多少錢請這些外勞 我不知道現在適應多少錢 一個月 我舉例 17000元一個月 你會不會17000元請一個外勞 你回答 絕對不會 好吧 我當你少一點 有些人說一定有些僱主 趁機 掐低價 掐低價 之後 香港如果有人想投身 香港業 可不可以用17000元找到這份工 找不到 甚至乎其他員工 會不會影響到他人工 也有機會 其實對整個經濟來說 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刺激 某程度上 如果你這樣說 是不是 你從僱主角度來說 當然是賺多些錢 我13000元找到一個人回來 我就請他13000元 好了 第一件事 第二個問題 好了 你想想 現在 其實有人說 澳門方面 澳門模式 他可以從大灣區輸入外勞 即日往返香港和內地 因為有人就擔心 如果你大批輸入外勞 那這些人都要住 都要有地方蹲蹲 尤其首當其衝 一定有些劏房 一些比較便宜的租 那麼多人去租 到時候炒起來 到時候香港人也是苦 所以政府當時有消息指出 想著用澳門這種方法 去輸入大灣區的外勞 避免影響到香港的住屋問題 當然 如果可以用這種跨境工作 有人就覺得 每個人都會請外勞 香港有勞動人口 都不會請 因為香港皮罰貴 這種 好像炒散的人士 澳門的有多少人炒散 你過來 打噴肝 然後回去 小悟一聲走 都未講其他問題 有人擔心 治安問題 他即是往返的 他分分鐘不回來 還可以 第二件事 你這樣壓價 真的有機會出現壓價的問題 你對本地的市場保障 是另一個問題 是啊 當然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有人就覺得 你要合理去輸入 你怎樣去規範它 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 移民 加速 導致到人口 急劇下降 勞動人口 你輸入外勞 有人就覺得好處 我覺得不一定是好處 尤其是如果你用大量輸入外勞 十萬人在這裡沒有工作 什麼什麼 好了 我當工會說的數字是對的 十萬人現在是沒有工作 在等工作 或者在找工作 為什麼他們找不到呢 是究竟僱主覺得 不適合 年紀大 還是是僱員 或者失業人士覺得 價格不對 即是說 他的工作量和薪金 都不平衡 要你13000元每天做12個小時 給你13000元 一個星期做六天 類似 總之 給最低工資高一點 你做不做 有些人說 大哥我當然不做 有些人說 你沒事做 你不做 那你就很輕香 但是有些人覺得 會做壞規矩 既然13000元 舉例 我舉例 這麼鹹的價格 這麼辛苦的工 都有人協助來做的時候 老闆是不會願意加價的 這個價錢也請到人 所以我們要去想一件事 如果你輸入外勞的時候 從生意的角度來講 你多了選擇 可能我可以出一些比較鹹的價格 然後就已經有一堆人來做 協助來做的時候 我沒有需要刻意把工資 甚至福利推高一點 推好一點 去欠人才 因為我本身市場已經充滿了這麼多 那你加上愛勞 那就真是不憂 難聽說 不憂找不到人的時候 是最糟糕的 你對打工仔來說 那他們又捱世界 那就馬死落地走 那你又要跟一些外勞欠飯吃的時候 那怎麼辦 自斷一臂了 將自己減價了 老闆無所謂的 好啊 九千元請到一個大學生拍爛手 說笑 那你對整個市場的經濟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市民的生活質素不會改善得到 還要需要 然後百物騰貴 每個人都在哭鬼叫的時候 政府也是頭癢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有人說 引用這種模式 可以暫時幫助 但是我另外 如果你看看 澳門 澳門勞工局的統計數字 在二三年 二月底 澳門大概有十五萬名外地融工 大部分都是內地的 外地的僱員可以享有免費住宿 或者每個月最少有五百元澳門幣的住宿津貼 他們需要拿著藍卡每天出入境一次 很多都住在珠海 澳門法例沒有保障外地僱員 只有住宿津貼 另外有人覺得 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人手不足 那會不會設定位置去輸入外勞呢? 我們現在的勞動市場不夠 其實是全方位 不一定是勞動市場 我自己覺得 整個方位都不夠 無論高端人才也好 低至普通基層的工種也好 都是不夠人 那你要輸入多少去平衡 舉例你現在有五萬個空缺 那你是否打算一次過放寬兩萬到三萬進來呢? 留兩萬給香港人自己爭 有人覺得工聯會的角度 他就這樣看 他就說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 梁子詠解釋 他說他相信人力資源足夠 是未有進入勞工市場 應該加薪工改善福利 他指出現在公屋入息限額低 很多編排公屋人士 需要處於低薪水平 專職省工可以控制入息 避免失去申請公屋之介 這些就貼題了 很多為了公屋 不加工工 撈省工 現金糧 禮拜糧 為了更加 現金糧那些沒有MPF工 你打散吧 他為了什麼? 為了不想過入息審查 沒有了公屋 或者拿不到公屋 工聯會這部分 我真的覺得他說話是貼地的 對 他跟我的看法一樣 你不是應該改善福利 去吸引本地的人 拿回本地的生產力 你真是沒有了 再怎樣加也好 或者說三天工作 三皮一個月 每天做三天 都沒有人來做 原來市場再調查 人口已經是沒有了 只剩下65歲以上 然後中間那些年紀 不是移民 就去賴灣區發展 沒有了人 你真的發現這個大問題 你說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再去一炮輸入 我覺得就會好些 黃國指出 工聯會理事長 他說香港勞動人口 參與率在亞洲四小龍佔底 他認為發掘勞動力 可以增加勞動人手 他指出商界反映搶人留人 增加20-30%工資都難以聘請人手 他覺得好工作一定有人做 增加人工 同時間增加工作量是吸引不了人的 他反而合理工作強度 安全工作環境 這個才是基本要求 這些就是打工仔的心聲 你給我三皮 你要我做到一隻狗 可能一個人做三份工 我給你這麼高薪 你不做到一隻狗 對不起你 老闆的角度一定是這樣 我希望給你一元 你做到一個半 甚至兩元的基本工 但在現今的社會已經不是這樣 環境扭轉了 大家去怎樣再 所以以前一直都慢慢主張 work life balance 疫情前 疫情中 疫情後 如何出現不同的福利 去爭人手 這也是關乎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有人覺得 另外就是關乎中介的問題 你引進這麼多外勞 內地會不會出現很多中介 中介會不會成為吸血鬼 最後益了就是那些中介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有人就覺得 就算你打算給你輸入外勞 大量的外勞 開的什麼盤口 太低 因為你知道 你找港幣的 尤其是在內地那些 你用人民幣去買 找港幣回到內地 對方人仔就打個八折 八幾折 嘩 不行的 這樣 那你就變相 不行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你再引進 大灣區引進 內地的人手 你設定價位 應該在什麼位置 如果太高的話 那需要找外勞 我找本地工人就可以了 另外 很多的就是 叫做 牌照 專業資格 等同你地盤 那些工友全部要三保的 在輸入外勞方面 又是否需要拿這些牌照 如果是這麼多人的話 所以 我自己 有人就覺得 其實 如果你要說 為什麼香港沒有勞動力 你計算 30年來 香港 單程證的人數 我當你平均有五萬多人 那裡都幾百萬人 那裡幾百萬人 為什麼出現不到勞動力 去到哪裡 如果一美 有人覺得一美 脂肪 經常用藉口 說沒有人 沒有人 有人就覺得 如果你從澳門的角度來看 很多 職位已經被外勞取代了 有人就擔心 到時候幾百萬基層市民 香港的市民 那些職位 會被人取代 到時候出現了嚴重社會後果 因為現在 有一群人 還可以頂硬上 做保安 做清潔 如果連這些工都沒有 輸入外勞的時候 連這些老人家 想做這些工都沒有 機會的時候 那他們做什麼呢 對了 這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問題 看看政府 本身現在有身份證 也有難找 何況不是拿著香港身份證 這個話題 值得去參考 所以你從不同的角度 就看到不同的事情 加上有很多人 真的為了公屋 現在就在政府的層面上 他們是進不了數字的 他們做散工 一個月 限制自己賺多少 所以在政府那裡 以為人手不足 所以有很多人 建議政府 不如你先找一遍 發現整個社會的結構 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導致為什麼有些隱形人 他不會在這個勞動層面上出現 原因所謂何在 如果你真的這樣輸入外勞 到最後會影響到一個什麼大影響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如果你不探討 有他輸入外勞 然後 連那些人 連散工的機會都找不到的時候 我真的不堪設想 看看政府方面 又如何去研究 會不會真的一大舉引入外勞 不知道各位網友 對這件事 對大家的飯碗 會不會有影響呢 歡迎下面討論留言 今集整集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